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整体设计灵感来自于气体窗与汽车尾灯 不仅整体美观大方 而且结构紧凑 再来看看各个部件 这是太阳能板 它给电脚槽供电使水分解 产生氢气与氧气 等机体收集到一定量时 使它们在燃热电池中做化合反应 产生电能 最后 给LED灯或风扇供电 值得一提的是 电解槽 燃料电池 圣水管 氧气管 都可方便 拆卸和安装 同时 负载表现方式有两种 一是 风扇转化为动能 二是 由LED灯转化为光能 并可持续工作一个半小时左右 接下来以测量燃料电池反应效率为例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先看链线 把燃料电池负载风扇 Pasco电流电压传感器连成回路 将Pasco电流电压传感器连接在850 通用接口上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 把Pasco850连接电脑 并打开Capson软件 会发现 Capson软件已自动识别电流电压传感器 然后我们可以在页面输入公式及知识点 还可通过数据表格 与图表来采集数据 以测量负载功率为例 将图表的横坐标设为时间 重坐标设为电流电压传感器测量到的功率 点击记录按钮 采集数据 并在软件中进行数据分析 还可将实验结果编辑在图表下方 最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所有实验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